好 那麼接下來這一件 讓校長決定要搬離中和 那顯然應該是很恐怖了 其實我當時住的那個社區 其實是環境還不錯 因為我距離檢驗站 大概走路五分鐘就到了 方便 很方便嘛這樣 結果後來那一天的時候 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是早上 星期六我早上大概十點多 我為什麼那麼清楚 因為我中午的時候 有事情要出門 我那時候十點多的時候 本來打算就是說開門的時候 我樓下就是便利商店 我去買一杯冰美式 然後我就上來這樣子 結果我在接近門口的時候 我先聽到有一聲 哇 那個聲音很大聲 然後就開始有一個男生 跟女生兩個在 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是很大聲 我以為是吵架 所以我想說 外面有人在吵架 我這個時候出去的話 我們哨的烘胎 為什麼我們就衰 然後我就開始就撐了 大概半個小時 一聽到沒有聲音 我就打開 打開門的時候 我一看隔壁的鐵門半開 裡面還有第二道門 那個也是有點開的 這樣 可是那時候沒有覺得什麼東西 我就走出去 然後到樓下去之後 我去跟便利商店 去買那一杯冰美式 還有跟很可愛的電魚妹妹 有沒有亂打屁這樣子 屁了大概十多分鐘 結果我就上來 一上來的時候 電器一打開來之後一看 我就認住 兩個制服員警 兩個救護車的 救護人員的 穿著制服的兩個人 一共四個人 就站在電器口那邊 一直望著我住的方向那邊看 我那時候馬上有職業病就出來 我想 是有人瓦斯外泄還是什麼嗎 這樣 我說請問長官 我可以過去嗎 結果那個警察認了一下 他說你住哪裡 我說就那個門打開 那個 我原本是有點開 後來之後 整個門是被打開的 這樣 我說我就在那個隔壁 警察就在苦笑了一下 他講說 你確定你要過去嗎 我說我要回去 我等一下要出門 我那穿個短褲 我怎麼可能去工作 他說那你就過去 記得 過去的時候什麼都不要碰 那時候馬上就想 明安 然後就過去的時候 那個門就稍微開到 更開了一點的時候 我就看到 因為隔壁那個是套房 我就看那個床鋪 距離大概門 大概是約莫 大概兩公尺還是三公尺的 那個套房 有一個門 有一個頭 長頭髮是背對的 這樣 我一看那樣 看起來躺在那邊 我想糟糕了 明安 我也沒想太多 然後我就進去之後 就把門弄一弄 那時候我就出來 出來的時候 我就聞到一股味道 那是狗大概差不多 一個月到兩個月沒洗澡 那種很濃的那個狗燒味 我想我應該聞到 是絲臭味 怎麼可能是狗燒味呢 真的是那個很重的狗燒味 後來之後我就想 沒關係 反正會有人處理 當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回來 回來的時候 那個門已經被 閉起來了 然後警方拉起了封鎖 封鎖線 黃色那個就貼在輪口那邊這樣 我想那應該遺體都處理完了 什麼事情應該都OK了 沒事 我就這樣進去 進去的時候呢 我突然間肚子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跑去廁所 比如說我住的這個地方 跟隔壁那個 就一牆之隔 我在廁所這樣這樣子 蹲的時候呢 我就這樣子本來在那邊 看手機玩得正開心的時候 就突然間聽到我那個牆壁啊 就這樣 我想不會吧 房東回來了嗎 還用派人進去打掃還怎麼樣 為什麼會敲到這個樣子 我沒有想理太多這樣子 後來之後 我就再走回到我的客廳去 然後打開我的電視有沒有 也是跟著這樣一搶著 那個位置都同一個位置 我在看電視這個時候就這樣 這個絕對是人在敲 這個絕對不可能是什麼 裡面什麼有管線啊 然後呢 噴噴噴噴那個聲音 因為那個是不規則的那個頻率 然後我想 糗了 有應該有狀況這樣 然後我就開車打電話給我一個朋友 那我朋友他去修行 我就跟他講這個事 我朋友就跟他講 你儘管就不要睡那邊 你就去住飯店了 好就去住飯店了 住飯飯店各地 這是第一天喔 第二天的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想看你沒什麼事啊 OK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要去上班了 穿衣服換衣服 然後就出門 出門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7點多回來的時候 我就衣服裝上脫 我就去了那個什麼 那個我的那個床上 趴著在那邊玩我的手機 玩手機的時候呢 我記得是8點36分 因為那個手機上面有那個時間 8點36分的時候 這個時候突然間 我右耳朵在那邊 被吹了一口氣 呼了一聲 然後就聽到我的名字 笑沉 我整個人彈起來 這五眼馬上 趴著我直接可以彈起來 男生和女生 女生的聲音 女生的聲音 我整個是彈起來 一彈起來之後我想 糗了 纏上了 然後我就再打電給我那個 休閒的朋友 他跟他講 他應該纏上 你再去睡旅館 我就沒辦法說 第二天晚上我就去睡旅館 然後睡旅館 大概到10點多的時候 我在看電視 躺在床上看 看得很開心的時候 那個小腿 左右同時 就像被人家用那個什麼 那個很尖的指甲硬戳下去 那個小腿肚的位置 我整個痛到 我整個跳起來 我想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結果後來之後 我在打電給我那個朋友 那個休閒 他跟我講說 他感覺 他感應看看好 他感應看好 他說 你現在在旅館嗎 我說我在旅館 那為什麼他 我感應到他居然距離你有沒有 不到五公尺 他也在旅館 我說發生什麼事 我根本連這個人 我老實說說 我真的 我家根本沒有印象 我見過他 姓什麼叫什麼 男的女的 當時的完全都不知道 後來我朋友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 你旁邊那個 網生那個是不是 那個朋友是不是長頭髮 瘦瘦的 我說我不曉得 我沒見過 後來我想 糗了 好吧 我說那我現在怎麼辦 結果那個朋友就說 你要不要去跟那個 老實說 沒關係啦 你先鑽石先睡個晚上 明天我們再想辦法 我就再睡 一點多的時候 我被吵起來 因為都被吵起來的原因是因為 我浴室 就是我在旅館 浴室沒有關 可是我聽到很大的水聲音 嘩嘩嘩那個聲音 我想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 有點睡很輕鬆了 我就進了浴室一看 浴室的水龍頭是用搬的 你搬開了它才有水 盥洗台上的水龍頭被打開來 然後呢 那個 消耗的那個 那個也被打開來 他在洗澡啦 我沒有夢遊啊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你也在洗澡啦 我通常說心裡面很多圈圈叉叉 甚至今年你知道嗎 然後我在想 惹我幹嘛 我當時甚至有沒有對空發飆 那個第三天的時候 我想不行 我得找一個應該比較厲害一點 這樣 結果後來之後 我再找我乾妹 我乾妹她也是 她也是修行 她還有陰陽 她就跟我講說 我幫你 看看到底是什麼狀況 結果她就跟我講說 是不是一個女生啊 我說我不曉得是不是女生啊 她說瘦瘦的長透 怎麼兩個人講得一模一樣 我真的有點毛了 這樣子 我想說 你怎麼都講得一模一樣 結果我那個乾妹跟我講說 她現在就在我面前了 很不爽人家看著我 然後問我為什麼要去干擾她 有事要找我 後來我 後來我妹說你這樣不行 晚上出來 就我出去的時候 我去永和找她 她就隨手她包包裡面 一個佛牌 泰國佛牌就掛到脖子上 一掛完之後她就講說 這個是她從泰國那個 確定是個師父 不是在外面買的那種 打造的那個東西 放在你身上 因為她有寢視過 願意跟著我 我就這樣掛 掛了說 看我這幾天心情很不好 她想說 你我們去 去喝點酒 就喝個啤酒這樣喝 後來在我喝酒期間的時候 我突然就看到我乾杯 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讓我覺得有點害怕 她就這樣喝完之後 她跟我講 欸哥 我這樣回頭看了一下 她就突然把包包裡面 拿了鹽巴跟米 從頭上灑下去 我說發生什麼事 她說她當時叫我的時候 回頭一看的時候 我的人是兩個臉 不是我一個 是兩個臉 這樣 她想 這個傢伙怎麼那麼厲害 然後連那個佛牌都震不住 怎麼可能 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妹後來也不太醒 後來醒了之後 也沒責 再一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時候人會很奇怪 那時候第五天了 第四天 就很詭異 我早上十點多 我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她跟我講說 你最近還好嗎 我說還好啊 我說最近可能不太好 最近可能被 被RPUB纏傷 她就跟我講 那我來幫你處理 我說你有什麼辦法處理 因為她剛從泰國回來 她在泰國經商 她從泰國那邊 所以就找了一個 就是有一個 曾經幫過她的師父 她就帶她來台灣玩 只是來旅遊而已 她就跟我講說 說不定我這個師父可以幫你了 我就去 去了之後呢 到她公司去之後呢 結果那個 泰國師父 看了我笑一笑 然後 透過翻譯 就講說 你的那個隔壁那個鄰居 是不是一個長頭髮的一個女孩子 很瘦 三個人講得一模一樣 我就真的說 我說 對對對 是是是 我說啊你怎麼知道 就那師父說 她就在門口 她就在門口 就在門口 她不敢進來 在那個門口 她說她後來講說 這樣好了 我來做個法會 我來功德回向給她 希望她能夠就是 超渡 就是沒辦法 她如果沒辦法超渡 她說只能讓她 不要再來騷擾 我就知道隔天有沒有 她就第五天了 她跟我講 早上11點鐘的時候 叫我到我朋友公司去 因為她把那個法會 會場都佈置好 我10點20分的時候 就開始拔揮 而且跟我講說 我要出發前 要先跟對方講 我就想拿那個 兩個10塊錢 有沒有來拔 我從10點20分 拔到10點50分 拔到我脾氣都爬起來 怎麼樣子都沒辦法過 一到10點50分 過的時候 我就很不耐反過來 好啊你就跟我走吧 就這樣 然後我就 就走了 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就開始有點埋怨 我就跟那個師父講說 我從10點20分 拔到10點50分 怎麼拔那麼久 結果那個泰國師傅就笑了一下 他跟他講說 人家是女生 他出門要打扮 你在急什麼 我就他終於懂了 他說 你有一點莫名其妙 這樣 你好歹尊重一下 人家是女生 我終於聽懂 後來就在那邊做兩個小時 把會做 終於就把它給處理掉 好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